先把雲端上面又多增加一個檔案 雲端的檔案就是程式碼 那我這個程式碼 我是擔心說有些東西可能比較跟不上 然後 這個假如說你的程式碼 我是把我剛剛寫的程式碼全部貼過來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 從sub 一直到end sub 一直到哪裡一直到底下 這個 Ctrl C 如果你要跟我一樣的話很簡單 這個我先刪掉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你先到Visual Basics 找到一個module 如果你沒有module 我假設跟你們一樣 如果你都沒有module 那你就先插入一個module 比如說我這邊都跟你一樣空的 第一個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第二步的話你就把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從第一個sub 這個sub 到最下面這個end sub 那我建議你按sub鍵 這樣子 Ctrl C 然後貼過來 其實就會有我的程式 一模一樣 如果你貼上之後 你可能要確定一下有沒有紅字 如果你貼上紅的表示應該是有貼錯 或者你沒有貼完整 你會發現就會有住宅竊道 跟例年竊道折線 有沒有這兩個 然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再增加兩個按鈕 那就可以亂亂看了 貼上之後 記得 這兩個 的那個什麼呢 按右鍵喔 這個物件格式 物件格式記者 摘要資訊 一定要大小位置 不隨俗成改變 不然可能會換位 上禮拜 最後我有講到 如果你沒改最正確喔 你會發現 按下它 它會怎麼樣 它會一直往右一點點 有沒有 再按一下 有沒有 它會 下載資料之後 再插入三個欄位 然後一直 一直往右邊跑 所以你要一直自己再拉回來 所以如果你不要讓它換位置的話 按右鍵 物件格式 摘要資訊這邊 大小位置不隨俗成改變 就不會變 那第二個按鈕就是按下它 自己呢 先畫折線圖 不 先畫這個樞紐分析表 再畫樞紐分析圖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再來做什麼 把那個各區 區的部分 做統計 那統計的話 一樣分一個表 左邊那個 那一個圖 OK 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說換一個資料而已 那可是喔 我如果希望旁邊這邊 一樣多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 不要自己再做一次的話 那必須怎麼樣 把 程式寫出來 OK 然後你說 啊 寫程式真的很頭痛 怎麼辦 沒關係 不會寫的話 用錄製的 OK 所以啦 這邊我只是教各位一個 如何產生程式的一個好方法 就是不會寫 可以用錄的 但是錄製的話 希德有一些基本的 這個固定的一些 怎麼講 步驟 一定要遵守 如果你都遵守 我覺得你應該 錄製 劇情就不會太困難 而且不會出錯 還記得吧 第一個 反正錄製劇先 彩排一下 彩排什麼 你到底要做幾個步驟 OK 第一個 你不要說你隨便開始錄 然後錄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你這個根本就 很糟糕 以後你的程式就無法亂了 所以你要先記得Step 1 做什麼 1一定是插入孫子分析表 2 可能區 把區拖拉到 記得先拖拉到直 因為錄的時候拖拉到列會錯 先直再列 OK 然後再來的話 排序 OK 我們先 先彩排一下 還記得那個動作 人工變成自動化 其實人工變自動化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 我發現應該是很多人的門檻 這個 跨過去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把這個學好 以後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我這邊重點是 把聚集入製這件事情處理完 處理好 好 所以先彩排一下 彩排完之後錄下來 就可以錄製了 所以彩排 開始錄製 錄製完之後記得加註解 第一個Step 第二個第3個第4第5 然後 註解加上去之後呢 順便把不要的程式刪掉 執行看看 如果執行OK 那你這個 劇集表就是寫好 應該可以懂 應該有印象嘛 上禮拜都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也就Follow這樣的流程 試做一次看看 以後你把它做熟了 再來最好是說 你找一下你工作上 有沒有 每天都重複 經常做的事 然後也把它 試試看 累積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 以後你做事情 你就不會想說 每次都得過且過 都土法煉鋼再一次 你就會想說 我以後 把它變成4 我直接自動ROW就好 效率又高 OK 我們來試一下 一 先彩排一下 所以怎麼彩排 一 我要插入什麼 那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幫我選起來 這範圍OK 沒錯 第二的話呢 就把那個 區拖拉到 尺 再區拖拉到列 也OK 第三個優標放在 B4上面 然後做排序 排序的話是資料裡面的Z到A 因為我想要知道 哪一區 的切大念最多 所以把那個 數量最高的 先排在前面 優標記得放在B4 我記得 你放在其他地方排序 可能會出錯 所以我習慣放B4 Z到A 這個時候排出來 就不要太多動作 這樣就OK了 所以 最後其實就是把名稱改一下 這個工作檔名稱叫各區比例圖 這個可以自己寫 那我大概OK了 我知道步驟了 接下來我就把這個工作檔先刪掉 那我就要正式開始囉 OK正式開始了 所以 錄製 開始囉 錄製區域 那這個名稱要叫什麼 之前那個叫樞紐表 所以這個名稱如果叫 一樣叫樞紐表的話 可能會衝突 所以我們叫樞紐表 底線好了 加一個underline 底線 記得用底線 不要用那個 減號 底線然後叫區好了 意思就是說 這個樞紐分析表是針對區這個欄位的 OK 這邊記得加一個underline 底線 底線 或者你不加underline 沒關係啦 這是個人習慣問題 記得符號裡面 唯一最安全的是底線 其他符號 千萬不要用 為什麼因為程式裡面 只要出現那個 符號 它有可能是程式的一部分 像什麼雙引號 單引號啦 什麼 減號 這有些都會衝到的 那衝到就占成程式錯誤 但是底線好像目前來說 應該蠻安全的 所以我這個底線區 按確定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 把剛剛的動作再repeat一次 如果你假設 一樣 NG就重來了 OK 按確定 1 插入樞紐分析表 範圍OK 2 把區 拖拉到 尺 把區拖拉到列 OK 所以第二個step 第三個 游標放B是 資料裡面的 Z到A 好了 結束 結束之後的話 我們就直接 再把 開發人員裡面 按下停止錄製 結束了 好了 不要太多 也不要太少 接下來呢 我們錄完的程式在哪裡呢 聚集裡面 有個孫友分析表 底線區 按編輯 程式就出來了 那有哪一些可以刪掉的呢 基本上 好像上禮拜講過了 應該有印象 第一個讓它加註解 所以註解一邊加一邊改好了 那一邊 加什麼 這個是 第一個step 1 插入樞紐分析表 你會發現 其實第1行可以 槓掉 第1行Application CarMall 這個等於False 不用沒關係 反正第1行 建議是 就是從sheet.add開始 然後呢 第2行的部分的話 這個 我們好像前面有 有做過 但是你會發現 錄下來的時候呢 它有點怪怪的 它這個地方為什麼怪怪的呢 它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出現 歷年切到折線圖 跟各位講 就是你錄製的時候 可能還要注意一點 不然會NG 什麼地方 就是說 你錄製的時候 請你不要出現 歷年折線圖 這個 工作表 不然的話會怎麼樣呢 它因為 歷年切到折線圖裡面有樞紐分析表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一個樞紐分析表存在 它就會沿用 所以騙人說怎麼樣 它就會直接拿歷年切到折線圖裡面的catch 直接來做後續的 非常有錯誤 那怎麼辦 我建議這個就NG了 就要重來 所以如果錄的時候發現這種狀況 我建議 NG重來 所以有時候很容易NG 我把這個名稱再複製 然後怎麼辦呢 把這個蓋過去 重來一遍 記得 把這兩個刪掉 留下 單獨資料就好 這個不要 記得 所以你錄的時候切記 前面先不要 這些都不要 留下資料就好 所以NG怎麼辦 沒關係 再一次 反正就是 所以我錄製要錄好幾次 按確定 1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 他問你要不要取淡 4 1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 2的話 一樣把区域多達到值 区域多達到列 然後游標放B4 然後資料 Z到A OK 一樣停止錄製 這樣應該沒問題 看一下 書紐分析表區 編輯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會恢復正常 它不會在裡面還有什麼 歷年切到折現讀的那些東西 然後 然後我一樣在這邊 把上面的名稱 Delete掉 然後 1 所以 1的話就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第一行我建議是槓掉 因為這什麼 Application.cut Copy mode 等於4 這個其實沒意義啦 它問你說要不要 Cuts是減下 Copy是複製的模式 把它關掉 這行沒有沒關係 所以 從第二行開始 Shift.add 新增工作表 OK 然後再來底下的話 範圍這個OK 那我講過了 第二行最需要刪掉的其實就是 工作表驚嘆號 把它刪掉 這個刪掉就可以了 然後 如果你將來會在別的 電腦執行不同以色列的版本的話 我建議 豆.version 冒號等於8 這一定要刪掉 為什麼 因為版本 不要固定 不然你換一台電腦以色列的版本不一樣 就沒辦法執行 這個可以槓掉 然後豆點 Default version 等於8 這也可以槓掉 好 這樣就 完成 這個刪除 一些不必要的 這好像上禮拜一模一樣 再來的話 就是把選取 工作表跟 選取 A3 這個是A3 第一欄是A A3 這兩行可以刪 然後底下這個 叫做什麼呢 這個孫柳分析表 預設值 從with到endwith 這個範圍 通通可以把它刪掉 這麼多 這些其實都是預設值 刪掉就可以了 好 所以 你會發現刪掉之後 我們留下來 大概就是這些程式碼就夠了 然後 再來 基本上 這個應該是 就是基本的 孫柳分析表的相關設定 然後 一直到這一行 叫什麼 repeat all labels 這個應該也是孫柳分析表 好 那下一行的話 就是拖拉到 拖拉到尺 這個應該是 扣拉到尺 所以這一行的話 第二個 就是拖拉到尺 然後拖拉到列的話 是下面這一行 就拖拉到列 然後最後 排序的部分呢 那就是在什麼 Range B4 有辦法放在B4 那排序就下面的功能 所以 你們就分別把不需要的程式給刪掉 那留下需要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 所以四個步驟 那這個是第四 所以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也許就是 插入樞紐分析表 樞紐 第二個應該就是 拖拉到尺 然後第三個就是拖拉到尺 然後第三個就是拖拉到尺 拿這個來 拖拉到尺 然後這個就排序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寫完了 OK 所以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那最後呢 再增加一行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有寫到的 因為我希望 用這個工作表名稱 叫做 個區比例圖 所以還記得吧 下面這邊 上面一行 再增加一個 目前的這個工作表幫我改名稱 叫做 個區比例圖 所以這個應該是 重新命名 我就打一個 Active 還記得吧 Active ActiveSh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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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稱 點內 等於什麼呢 各區 雙引號兩個 各區 比例圖 好 這樣應該OK 你會發現 我打字都打小寫 如果你移開之後發現 小寫 手字有變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沒打錯字 有沒有 如果移開喔 假設說 他有 變成大寫的話 那表示 字沒打錯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這個是小細節 我寫成字一定 一律打小寫 你不要沒事自己就把大寫先打 不用 他會自己 那你說 老師那為什麼我打完之後還是小寫 為什麼 因為你打錯了嘛 字打錯就不會 所以你看喔 我如果剛剛好 故意給他打錯 比如說我字有拼錯 我一律都打 這邊都打小寫 然後 假設我有字拼錯 你會發現 他還蠻聰明 我少打個T好了 然後這邊少打個E好了 你看 移開喔 有沒有發現 字怎麼還是小寫 打錯了啦 OK就這樣喔 所以有些程式 你如果要確定是對的話 像我的習慣 打小寫 移開 那假設看到 奇怪了怎麼還是小寫 自己應該知道說有錯 再檢查一下 ActiveShoot 然後Name Name Name OK OK了 移開 大寫有了 有沒有OK 這個是重新命名 把它變成各區比例圖 OK之後來試試看 把這個刪掉看看 刪除 然後把它重新執行 執行剛剛那個 樞紐表底線區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了各區比例圖 它就出現了 試試看喔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有一點難度 把它刪掉一下 重亂一下 如果你假設不確定 你可以按F8 逐一逐一個跑 F8 新增工作表 然後把它 建立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 再把 這個資料拖到直 拖到列 然後排序 重新命名 OK 那沒問題 就這一段 這一段你們試試看 我把它複製 一樣 我擔心說各位會有點 有些地方跟不太上 你可以直接 我把它貼到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 這個啦 台北市住宅竊道 的 城市 如果假設有錯 你們自己再比對一下 從這邊 這叫 樞紐表 底線區 試試看 然後 反正改完它就這樣 應該亂起來沒問題 所以以後你要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 把它錄製下來 修改的流程 就剛好 就我剛剛講的 先彩排 再錄製 然後錄製完之後 再檢查 檢查同時 順便加註解 我把註解打上去 有沒有 但是那個註解 我是打個大概 所以如果你假設註解想要打更 更詳細的 也沒關係 甚至每一行每個功能 做什麼做什麼 你都可以 把它再 再稍微了解一下 細部的話 如果你說老師有些東西我不太熟 我想要再深入了解 每一個因為這裡面很多很多東西 我看不太懂 那怎麼辦 如果你看不懂 有個簡單方法 有不要放在 那一個你看不懂的東西 上面 按F1 比如說 我看不懂那個什麼 這個 Pyret catch 是什麼東西 它有一個物件 這是物件要幹嘛用的 我不知道 沒關係 按F1 它會幫你跳到 微軟的 Excel的官網上面 會出現 這個叫 工作部底下的 這個 Pyret catch 它是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是做什麼呢 它就代表說 它幫你 產生一個樞紐分析表的 快取 Catch OK 所以 細節部分 至少可以有個參考 快取 然後 其他什麼 其他你可能 不太了解的 反正就是 在上方按F1 它會有一個簡單的 官方說明 雖然 它給的 其實沒有說很詳細 但至少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其實 也 基本上 足夠 我了解 到底這個語法裡面 需要的一些參數 到底是什麼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下一個步驟 就是在 畫個圖 有點類似像 例年摺線圖 只是我想要把它改成 比例圖 還記得那個比例圖吧 我們之前 人工方式是用這個 樞紐分析圖裡面的這個 圓形圖 然後拿這個去改 改成那個區 但是它預設好像 沒有那個標籤 我把標籤加上去 然後把Title加上去 那這個地方該什麼 自動根據樞紐分析表 產生一個樞紐分析圖 那請各位先 試著把剛剛的那個 各區比例圖 先把它執行出來 把它刪掉 重跑 記得喔 如果你要再亂第二次 記得一定要先把 這個 舊的那個工作表刪掉 不然它會出現錯誤 執行一下 這邊就出來了 各區比例圖 試一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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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